一個速度不是很快的賽車 然後三分鐘會造成這樣子血痕的受傷 你說設備沒有問題 我是沒有辦法認同 曾先生再次迴響 還是無法接受兒童新樂園安全設備 卻讓女兒受傷 今年初曾先生帶六歲女兒 到兒童新樂園玩迷你卡丁車 工作人員幫忙戴上安全帽 下場玩三分鐘後 女兒表示不舒服後大哭 一看發現脖子竟然被帽帶勒出 嚴重勒痕 還帶有一點血絲 第一時間園區進行醫護處理 廠商也向家長道歉 事後迷你卡丁車安全設備也有所改善 園區要求廠商安全帽要加上下巴護墊 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工作人員會在遊戲開始之前 幫忙戴上安全帽 並且幫安全帽扣緊之後 調整了一個適當的角度之後 就會確保下巴護墊在這個位置 並且再輕輕搖搖看會不會掉下來 如果都沒問題就可以即刻出發 布置提升設備安全 要玩迷你卡丁車前 工作人員也會再三確認 安全帽的鬆緊度等 若過程中發現有問題 也會緊急按下暫停鍵 調整過後再讓小孩繼續玩 畢竟來到兒童心樂園 除了要玩得開心安全才是第一考量 三天新聞 蔡宇指羅佩宇台北採訪報導